打开电视 翻开报纸 除了明星代言的广告扑面而来 名不见经传的素人也抢下了一片天 很多深入人心的广告 代言人其实都不是大明星 而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全面来临 素人是否逆袭大明星呢 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您解密 恢复广告创意 美好人心好地 想意哦 素人婆婆眼睛眯成一条线 令人印象深刻的五官 贝给茶叶品牌一年营收 新台第45亿元 现在是生多粥少 因为不景气 厂商花得起钱来拍广告的不多 以前是那个很景气 那加上明星少 请问您是如何把 由你相互选手变成model的 没有穿场的走道 没有抛光磁银软 另一种广告选冷面笑匠 从2006年开始 维持一贯的无厘头风格 今年正元普渡 走日本电影争执的恐怖路线 欢迎 中元节 请用爱心团带 无家可贵的好兄弟 全年先生本名邱彦祥 当初在广告公司上班 只是帮忙试镜 却成为大卖场广告的最佳代言人 表亲木娜 私底下也是个安静先生 话比较不多 对 然后就 大部分都在观察 还有看 还有想 全年先生拍MV 还接电影 超人是不会死的 不会死 单挑啊 你们在干嘛啊 你们在干嘛啊 我当招人 先学被我打 好了啦 不想演就不要演 没有人勉强你 get out now 讲中文啦 出去 讲台语啦 出去啦 好男人 是不能用法式来承诺你们的 第一次当电影男主角 尽管票房不好 舞台剧总监李国秀在身前 灾陪他走向不同的演员 他像英国的豆腐圈是两面型的 然后他的幽默是来自于他的一种自然 我认为台湾没有这样特质的演员 这就是 Nicolas Flamel是唯独的 唯独的源员 是唯独的 这个什么 你真的不要读 除非没有哈利波特主角们的幸运 第一次试镜就成功 赚到Space也花不完的酬牢 否则当一个素人 要用试镜的量争取曝光机会 他一天至少跑3到5个试镜 你大概跑3 5 10个可能只中1个 因為廠商他希望大量的人 來讓他選口 因為你沒有知名度 你又沒有任何的 那個銷量的保證 人氣的保證 網路造就了素人明星的一個大本營 網路的心情 所以你的部落格上 你也可以自己弄個東西上去 就這樣做了 台灣喜歡娛樂風 他殺很大就搖搖一堆 搖搖 搖搖就是這個現象啊 是爆紅啊 他是被安排操作出來的 沒有啊 沒有啊 他怎麼被操作出來 這天上掉下來的 他就是個非分男人 網路這種不受限的管道 讓廠商省錢 也讓民眾變名人的門檻降到最低 那麼多素人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敬業跟配合 那電玩廠商 甚至有開出的條件是 你不要覺得說這些明星光鮮亮麗 他拍這個廣告 因為素人你要希望 帶著廣告的優勢走紅 所以呢 這廣告也是兩三千萬 你可能 你知道他們代言費是多少錢 他們代言費有的是兩萬塊 然後要求你什麼 要求你拿這兩萬塊 年度代言 你要幫他跑五十場的活動 折合下來你一場不到四百塊 可是還是很多的經濟公司擠破頭 讓他們公司的助人擠上去 因為你只要能夠拍到這個廣告 這廣告一整年播下來 你是賺到兩三千萬的廣告費 宣傳費 因為殺肯大爆紅 放棄搖搖這個畫名 用本名郭書搖 開始練習如何把藝人當職業 當歌手邊唱邊唱的彩排不能馬虎 因為他知道一旦有了代表作 往後的二十年有了收錄的基本本 在大陸的名牌精品發表 01年當個表演嘉賓至少六位輸進站 沒有新作品宣傳 明星可以靠成名作接活動 英國樂團就這樣打進大陸市場 根據2010年人力資源的公司統計 因為素人爆紅效應 在台灣有超過八成的民眾 如果有機會不排斥拍廣告 好了就會有經紀人找上門 更要懂得推銷素人 你一定要有一個叫戰手冊 就是你要讓廠商說 我是人氣很高的喔 你看各大報喔 都有報導喔 然後甚至還要像收視率一樣 你要付這個人的點閱率 爆炸頭的張俊雅小妹妹 是本名簡佳雲的小學生 就用張俊雅當一名接通告 這個形象紅了 沒料到泡麵廠商不續約 引爆合約糾紛 簡佳雲只能有這造型 幫媽媽賣肉飯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使得很多素人 最後變成明星之後 又再打回素人去 沒有實力 沒有更多的魅力 素人一開始是吸睛不吸睛 如何成為吸睛又吸睛的明星 才是考驗